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 感谢持续收看 齐哥 大哥 其他这一家 今天是2022年6月15号星期三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又星期三了 那迹象报导也蛮准的 说礼拜三下雨就是真的开始下雨了 那说要下这两三天啦 下封面来临 可能礼拜五就会好一点 那会造成很多人的心情上不愉快 你说对不对 因为心情不好天气不好也会影响到 真是这个空气气压都会闷嘛 所以说还是跟各位朋友讲 尽量保持心情开心吧 那生物极哥这边还是感谢各位持续的收看 记得喜欢 订阅 点赞 点分享 那生物极哥每天早的新闻做分享 今天看到蛮多新闻可以分享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看一下 那今天主要是来聊一下IE浏览器 因为你在上班一定会发现 你的浏览器有在显示说不能用了 破局已经停止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等一下我们来研究看看 那有一想法的话呢 昨天好感动喔 总算把七龙珠冒险破关了 GBA的 虽然是简单版的 后来发现到啊 找攻略找答案 有时候还不一定你看得懂 因为我们常讲的文字表达跟口语表达 真的有些会影响 还有每个人脑袋瓜想的东西不一样 就像你讲个A人家会想到什么 B想到什么 C想到什么 就会很多的答案出来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打游戏 打到后面差点把他砍账号了 真的 真的玩不下去了 那另外过往频道的话呢 因为超级月亮一直找不到好的频道可以播啦 所以暂时还没有播超级月亮 这两天有超级月亮还有五星连线 如果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再去研究研究看一看 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 今天在我们热门搜寻看到非常多一个讯息 韩国的团体BTS无预警宣布单飞不解散 但是他们公司因为这样子而股票大跌啦 习惯用滑鼠仪就会想说按着滑 其实不是按箭头移动 他们说官网鼓叫大跌崩跌三层 今天有听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哇真的好可怕 一句话说 宣布暂时修团 单飞不解散 真的很可怕 那第二节张勋杰大学放榜了 那刚感谢恭喜各位同学们 大学放榜了 赶快去查一下你的榜 有没有录吧 还有警察姐 警察姐传原警开枪自轰 花蓮的薛园派之所25岁井不治 其实有时候想想 人生这么勇敢都会自杀 为什么不想开一点 对不对 反正都是要开心过日子 真的不要这样子 那第五个是阿姨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第六个是星星 发4800张以内限制型股票 还有蒋孝章 两届十孙女长得漂亮 没人敢硬嫁给老男人 还有陶竹甲 有人在笑说没看《甄嬛传》 咬的他来拍照之后中毒 嘴巴咬的 甲竹桃 甲竹桃 还有秦峰梁 秦峰梁就是之前空降摔下来半身瘫痪的 现在也会翻身的 其实有时候 国军的一些事情 看一看真的 想开一点吧 人生吧 像我们当装甲兵的也是 曾经有战车 后来翻车的 我离开队伍的时候 战车连长指挥 翻车压死人什么的 其实 要说罗斯松了吗 还是说管控不良呢 还是让我们多注意看看 第十个是香港的珍宝海鲜坊 媒体在批评说他们只中经济 不中利益 就是停在海上的石沉 各位应该有看过吧 石沉那时候 那一台船叫做珍宝海鲜坊 太好吃了 那个叫做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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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烧饭 销魂 销魂什么饭 记得的观众朋友记得再打个字说一下 他就是因为赚不到钱 那干脆要移走 只拿船开走了 前阵子也发生过他们厨房失火了 那也是一个新闻又跑出来了 那ig的现实动态 听说有出问题 这边也可以看到有教学 有没有 像你今天有常用ig的观众朋友 今天一定会看到ig不能用的 还有misa 现在病毒也越来越可怕了 还有misc 所以我各位朋友还是要多多注意一点吧 富邦勇士 一仙楼 一仙楼台北30年老牌 北京烤鸭也要收摊了 因为真的大景气影响了 所有人都不花钱了 那么餐厅啦 旅游业旅行 旅行社啦 很多都快受不了了啦 那也没办法 那青年就业奖励金 听说工作满三个月就可以领三万 就是 助盡大家赶快毕业去就业吧 那 都是一个问号啦 一有过来人的想法啦 参考参考吧 叶丙成 还有这个 zatria 因为成人 成人集的像素活动啦 这个就不能拿来介绍 有兴趣的玩家自己点击来看一下 这点进去他会跟你说 那个 成人的 你要玩吗 好不好 还有徐国勇 还有警察捷 载入更多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新闻报导 昨天都是做运动的 那我们昨天有分享超级月亮 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一下昨天的超级月亮的一个分享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数位时代 第一则新闻是数位时代这边报导 就在今天 微软正式终结 资源IE 那 如何使用新浏览器 EDGE 变好老舍喔 开启相同模式 那其实现在很多都用Google的Chrome习惯了 你可以发现到每个人打开都是Chrome Chrome Chrome 但是他们只会记得Google Google 那微软正式停止资源浏览器的老妖怪 其实老妖怪也不一定是错啦 只是 也没有跟上流行 年轻人爱的东西 说实在的大家想要玩的东西 因为再怎么讲都是年轻人懂电脑嘛 老年人懂电脑的机率比较少 所以人口来比例就是要这样去计算嘛 对不对 他说还有几招可以当丁止户 但还是赶紧来试试看他的一个EDGE IE11的相容模式吧 这边是由林坎兵 附啊 林坎附的一个分享报导 那很多细节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 我们大概就是推广这些广告 推导这些平台这些新闻内容 玩家又可以从这边去看一下 好6月15号就淘汰了 那上班的公司会怎么样 不知道 我今天上班还可以用浏览器 你浏览器能用吗 对哦 IE浏览器不能用的话那完蛋了 我看一下 虽然在下载中心会显示 IE11 将于6月15号淘汰了 公开 你看到很多旧版的IE11 再devide 有需要还可以先下载保存 还不确定可以用 不过还不确定 会用什么方法强制停止啊 因为他现在浏览页都还在 都可以去使用 那我该做什么呢 如果公司ID部没有提供远端跑XP70 让你用IE11可以这样使用的 那就看可以用多久了 其实看公司了解 所以说 还这样停了之后 我不知道上班了一些 习惯浏览器的人 不知道会怎么办 因为Clone又是另外一个了 因为他们也说 再改下去已经不是办法了 所以为了资讯安全 不合时宜的要开始退休了 毕竟护国神山人称 治安磨焕身台积电也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不要再铁纸赶紧开始吧 这边有讲一下 单字使用IE11的游览器的一些说明细节 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 他细节讲蛮多的啦 有兴趣的玩家再点击进来看吧 因为这解释解释不完了 只知道说 停用了之后很多东西都会变成不顺畅的 那第二个新闻这边是The Newslay 就是关键评论 关键评论的一些新闻报导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说实在来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到啊 不常看新闻 不常聊新闻 就会看到说 有这些新闻频道可以去欣赏 那记得喜欢记得订阅或点赞 加入你的最爱 就可以看到这个Newlay的新闻 一个时代终结 微卵停止支援IE浏览器 那网友纷纷线上梗图致敬 那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显示吧 6月时候要更新啦 这很多细节啦 有兴趣的玩家在从这边看一看吧 因为他去年5月就已经在宣布了 那现在已经开始要停用了 那停用的话 有些部分还在撑着用啦 像我们刚刚的频道就有分享了嘛 他还是可以去做一些那个 使用 看公司啦 那里看这些梗图 在外国做的一些梗图 有没有 智商敬离 南过 还有这个送坟墓的 有没有 以前还有狐狸的 有没有狐狸的 狐狸我也看过 KLON 这个SAA 这个手机的 那还有这个梗图 非常多非常多的梗图 还有纪念碑 还有浏览器 从最早的 有没有 IE1.0 2.0 3.0 4.0 5 6 7 8 9 就一直出出出 所以玩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小王子来收看一下 我们这个新的一个频道 一个粉丝网页新闻报道 那第三个是工商时报 工商时报这边讲的是 IE浏览器15日下线 微软推EDGE无痛转换 那他的无痛转换的话 我们就大概看一下细节 有兴趣看 详细的玩家 还是点击自己进来看吧 因为他说浏览器 27年来的贡献 换到据点了 那15日强制 IE的11浏览器 不过避免有些电脑机 IE可以有 这样部分使用 会在EDGE浏览器内 提供IE模式 可以让你用模式的方式来接受 那也是希望大家在IE浏览器 中指之前 尽快转换其他的浏览器 那2015年将他的一个重心放在这边开发 2021年宣布 那 IE浏览器全球2800万人还在使用 所以这种数字的东西 有时候你会看到说 这边讲很多东西 那这边有讲他们一个全球占有率 Google Chrome是64.95 第二名是苹果的 第三名是微软的 遥遥落后啦 3%而已 快4%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浏览器从1995年开始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用了 所以各位玩家应该都有使用过啦 其实 从Windows开始 你们就会带住那些的浏览器 你就已经习惯用了 那只是后来Google越来越强大 Google越来越流行 大家跟随的使用 才开始用在Google上面去了 那为什么苹果第二名呢 是因为手机 苹果手机的一些功能 它有一些保护装置 避免说你的一些 骇客入侵 或者说你点了一些网址 它就把你带去一些 有为安因素的一些网址 就像最近各位玩家 不知道我们常常在收到 苹果有免费的短讯 发短讯不用钱 收短讯不用钱 视讯也不用钱 所以很多 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有连到苹果的 它就用随机去发 就会跟你讲说 我是陈小姐 上次跟你联络了 赶快点网址加我的LINE 赶快点下面加我的LINE 我是上次帮你服务的人 我是上次跟你解说的人 我是上次跟你讲投资的人 还是开始乱发一些讯息 就是要让你去点击它 那我有尝试去点击发现 它有的是叫你加入LINE群组 有的是加入LINE好友 那有的是说 它可能会连到一些不法的网址 所以说你要自己小心一点 因为那一些东西很多就是 诈骗 那有时候觉得诈骗集团 干嘛用那么白痴智障的东西 就是要骗一些老年人不懂得 哦 我去点一下它 去看它的网址会连到哪里去 所以在Google 跟我们的iPhone手机上的浏览机 它就做这些防范机制 虽然你是用的是转贴网址 它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是用Google的一个网址 它就是转 转网址去转载你的一个网址的功能 我不知道各位玩家有没有学过了 反正说之前的一些知识 那就是常跟各位朋友讲 要记得不要不要去乱点一些网址 造成后续的一些状况或麻烦 或者是被盗取一些资料 那今天的一个浏览器 IE浏览器就是今天中止了 那我们就跟玩家讲一下 有空就试试看吧 反正很多东西就是逼你要前进 就跟现在一样 不用智慧型手机的人越来越少了 对不对 因为时代在改变 你不改也不行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谢谢 拜拜